大家好,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在日常、交流和社交场合中保持谨慎和内敛,男士们通常会选择控制自己的言辞,少言寡语,已显得成熟稳重。 因此这句话传达了一种观点,即男性害怕咬文嚼字以免说错话或引起争议,而女性则被认为是嘴巴比较敏感的生物,他们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情感。 女性在交流中更倾向于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见,因此她们更容易通过嘴巴,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魅力。 所以男怕小嘴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男女性别角色的差异,揭示了性别在社会交往中的一些特点。 而女怕大鼻则传达了一种观点,即女性害怕有突出的,不易于自己外貌美观的大鼻子,希望能够拥有小巧精致的鼻子。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鼻子被视为人体五官中最重要、最有特征的部位之一。 高鼻梁通常被认为是美丽和高贵的象征,因此女性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貌和形象。 虽然这句谚语在今天的社会中看起来有些过时,但它却承载了中国古老的价值观和传统观念。 它提醒我们性别在社会交往中存在差异。 男女之间有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和期望,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性稳重和女性交柔的理想化期望。 同样的,这句谚语的形象化表达,使得它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记忆。 它成为了一种流传至今的文化符号,常常被用来形容男女性格的差异,或者作为幽默的调侃。 正是因为这种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这句谚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且成为了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老祖宗的识人术是一种古老的智慧,它通过观察人的面向、言行、举止等方面,来推测个人的性格、命运等。 虽然现代社会已经不再强调面向学,但是这种古老的智慧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它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应该尊重并理解这些差异。 同时也要超越性别角色的限制,追求真正的平等和包容,让我们珍惜传统文化。 同时也拥抱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平等。 这个谚语男怕小嘴女怕大鼻深刻体现了古代中国,对性别角色的社会期望和规范。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男性和女性被赋予了不同的理想特质和行为模式。 对于男性内敛和稳重被视为理想的品质,他们被鼓励少言寡语,以此体现出成熟和责任感。 这不仅是对个人品行的要求,也是对社会地位和能力的一种展现。 在一个重视家族名誉和社会秩序的社会里,男性的这种行为被看作是维护和谐与稳定的关键。 因此小嘴象征的不仅仅是言语上的谨慎,还反映了一种深层的社会责任和自我控制。 与此同时,女性则被期望更加表达性和感性。 在古代中国女性通常被认为更注重情感和人际关系。 她们的社会角色往往与家庭和内部事物相关联,因此她们的交流方式和表达能力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然而这种期望可能限制了女性在社会其他领域的参与和表现,因为她们被鼓励发展的特质主要是为了维护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和谐。 这些性别角色的划分不仅反映,聊当时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也塑造了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应有行为的长期期望。 即使在现代社会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仍可见,例如男性在某些文化中仍然面临,这必须表现出强硬和冷静的压力。 而女性则常常被期望更加情感化和体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质疑和挑战这些传统性别角色。 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个体的多样性和自我表达,鼓励每个人超越性别刻板印象,发展自己的独特品质和能力。 这些变化反映了社会对、平等和多样性价值观的承认,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义性别角色和社会期望,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未来。 女怕大鼻这部分谚语揭示了古代,社会中贸与个人价值紧密相关的观念,特别是对女性而言。 在很多传统文化中包括中国,外表被看作是个人,社会地位和价值的重要标志。 对女性来说,美丽不仅是个人魅力的体现,更是社会地位和婚配价值的象征。 在古代中国女性的外貌特征特别是面部特征,被认为与其命运和婚姻紧密相连。 一个高挺的鼻梁通常被认为是美丽和高贵的象征,而大鼻则可能被视为不吉利或不美观。 这种审美标准不仅影响了女性个人的自我认知和自尊心,还可能影响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婚姻前景。 这种对外貌的过分强调反应,料一个更广泛的文化观念,即女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外在美。 这不仅限制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发展潜力,也忽视了她们的其他品质和能力。 在一个如此强调外表的社会中,女性可能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去追求符合社会标准的外貌。 这可能导致自我价值感的缺失和各种心理健康问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意识到外貌并不应该是评价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现代社会更加重视个体的内在品质才能和成就。 性别平等和女性父权的观念日益强化。 女性被鼓励探索和发展自己的多方面潜力,而不仅仅是外表。 尽管现代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外貌的看法,但外表依然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包括工作机会、社会交往等。 因此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些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并持续努力在社会中推广更加全面和包容的价值观,让每个人都能在不受外表限制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潜力和价值。 这句谚语男怕小嘴女怕大鼻及其背后的文化观念,确实在现代社会中引起了对传统智慧和现代价值观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 一方面,这种传统智慧体现了古人对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的观察,反映了历史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 然而,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观念中的一些已经不再适应。 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特别是在个性尊重和性别平等方面,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个体的独特性和自主权,推崇每个人都应有权展现其真实自我,不受传统性别角色或外表标准的限制。 性别平等的观念鼓励男女平等参与社会各领域,打破传统的性别划分和期望。 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强调固定性别角色和外表,判断的传统观念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认为是性别歧视和外貌歧视的表现。 面对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我们需要批判性地思考如何,处理这些遗留下来的文化观念。 首先,尊重和理解这些传统观念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价值是重要的。 它们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积累,反映了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 然而,同时我们也需要批判地分析这些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和影响,特别是它们如何影响我们对个体的看法和待遇。 在融合传统智慧和现代价值观方面,我们可以寻求创新和适应性的方法。 例如,我们可以重新解读和赋予这些传统观念新的含义,使其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 我们还可以借鉴传统智慧中的积极元素,如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生活经验的智慧,同时摒弃那些过时和歧视性的成分。 最终通过不断的对话和反思,我们可以促进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存,创造一个既尊重历史和文化多样性,又追求个性尊重和平等价值的社会。 这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种致敬,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确保我们的文化遗产在促进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等待着大家,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